咳嗽还是挺普遍的 我们怎么能够在咳嗽里边 把慢走肺的这种咳嗽给找出来 给大家设计几个问题 两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原因下出现咳嗽 我们还是拿刚刚几位网友的情况来说 我看第一位他说了 晚上躺下严重或者是饭后严重 很挑时间和姿势 第三位说是换季咳嗽 这个就是比较挑季节了 但是这个第二位确实是没找到 确实是这样的 越是这种原因不太明显的 慢悠悠的老年人的这种情况 我们越应该是进行警惕的 到医院及时的进行就诊 是不是就是慢阻肺引起的咳嗽 是没有诱因的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诱因 只能说是慢 所以原因不清楚 另外两位有诱因的咳嗽 他们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了一个躺着 或者是饭后就咳嗽的这种情况 大家想一想 这个我们在躺着的时候呢 胃里的胃酸可能就像瓶子里装的水 它就会往瓶口溢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也就是说 由于它这个奔门机能不好 那么胃酸出现了反流 经过食道呢 反流到咽喉部位 这样刺激的就出现了咳嗽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咳嗽的一种 就反流相关性的咳嗽 有的人可能都没有明显的感觉 甚至于他绝不到自己 比如说胸骨后的骚索感 直接表现为就是咳嗽 就是往往和进食有关 比如饱餐后啊 平卧位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直立的话 胃酸一般不太轻易反上来 第三位年轻人的咳嗽呢 我注意到他这里边有个关键词呢 就是换季 明星 就谢听风 太帅了 是不是 谢听风呢就属于是 这个很多人都说 他养了很多冷血动物 他说为什么那么喜欢动物 养冷血动物 他就是养带毛的宠物 他那呼吸道就受不了 确实是这样的 谢听风就是一个哮喘患者 所以他提到的一个是幻剂 还有像大家提到的家里和养宠物 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就是咳嗽 很多门诊就诊的患者 尤其年轻的人 你问大部分的人家里都有小动物 猫的 小女孩喜欢养猫 像我们同事就有一个这样的 养了猫之后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咳嗽 自己就给自己算断了 把猫送走了之后就好了 所以这类是过敏相关的咳嗽 那一般去除了这个过敏源 比如说季节更替之后 或者我们离开了 导致自己咳嗽的 这个过敏的东西之后 那么这个症状会随之缓解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可能缓解的不好 就需要到医院纠诊 所以说就总结出来了 这个曼祖肺的咳嗽 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咳嗽 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 可能就是幼烟 因为我们自己找到这个咳嗽 我们开始做这个咳嗽 然后我们就开始打托了